这真的是奇迹来看到一名男子在12号清晨骑车外出 不慎在北溢公路衰落了200公尺深的鞭波 失联四天之后呢 巡逻远警发现怎么有机车倒在路旁的草丛 大声呼喊 结果听到了微弱的求救声 才立刻展开救援将人送医 而这名男子呢 骑机似的只有轻伤并无大碍 左弯右弯 驾轻救手的骑在北溢公路上 灰色衣服的孙姓骑士 12号清晨5点多独自外出 没想到这一出门 进一度成了失踪人口 人不见了 男子跑哪里去了 幸好机器里远警巡逻时 发现他的机车倒在了电线杆旁边 怀疑他骑车不慎衰落的边坡 往边坡一喊 竟然还有回应 立刻展开救援 当时天色渐暗 救援有难度 幸好除了远警之外 还有休假的消防员 骑车路过也加入抢救 下窃那个西谷这样 我们就看到前方有一个 有一只脚躺在地上这样 我们就觉得那应该是失踪的民众 证明孙姓骑士 12号在北夷公路四段 衰落了两百公尺的边坡 直到16号下午才被发现 困在树下长达四天之久 但被救出时 奇迹似得只有轻伤 送医后没有大碍 在现场我在评估他意思的时候 也觉得他有一点 出现幻觉的情况这样 那他说那边是他家 他要回家这样 失联超过四天 家属一度失去了希望 得知或救后甚至喜极而泣 毕竟等待的过程煎熬 可想而知 幸好最后结局 是皆大欢喜 记者陈子杨林炳舟 新北市报道 有毒品贤客的男子 才刚刚出狱 就大爆走 他在街上不戴挥拳 还用安全帽 随机攻击两名女子 把人打到脑震荡 没想到当他被带回派出所 那情绪再度失控 拿起铁椅 就往远警头上丢 甚至还大声呛吓 行径非常嚣张 现在被依妨碍公务等等 罪行起诉 黑衣男子在派出所内 情绪失控大吵大闹 完全没把警方放在眼里 行径非常嚣张 脚踹警察还不够 更拿椅子蒙K 远警见过不少坏人 但没遇过这么离谱的人 立刻拿出防爆盾牌 成功将人压制 手炮 手炮 手上来 另外一只手 来 另外一只手放来 原来男子不只在派出所打警察 还在街上随机攻击两名无辜女子 惨遭她挥拳 甚至拿安全帽打 明明双方就不认识 无缘无故被打到全身擦挫伤 脑震荡 原来打人的江姓男子有毒品前科 出狱后情绪失控 随即打上路人 到案后听到要被送医治疗 立刻呛说谁敢挡我 我就对他不利 又把警察也打到脑震荡 现在他被检察官依伤害 以及妨碍公务等罪嫌起诉 要为自己的失控行为付出代价 记者商人周中林台北采访报道 国道上出现了大水塔 差一点酿成严重的意外 日前有一辆载着两个大水塔的货车 行驶在国道一号北上路段 没想到呢 这个车斗上其中一个水塔 一次没有固定好 直接就滚到马路上 波及到后方两辆车子 其中一辆车为了闪避 还差一点撞上分隔道 气象还生 一辆货车载着两个大水塔 行驶在国道上 没想到下一秒 其中一个水塔从车斗掉下来 一路滚到中线道 先是撞到蓝色货车 再波及到一旁的小客车 看着小客车差点撞上 左边的分隔道 显向还生 但夸张的还不止这样 沿街水塔掉了一个驾驶 直接把车停在分隔道旁 随后连同乘客一起下车查看 但他们不知道这种行为 也很危险 货车在两个大水塔行驶 国道北上 没固定好其中一个水塔 导致脱落波及后面车辆 再看一次这惊险瞬间 驾驶者一时的疏忽 将吃上最高九千元的罚还 还得赔上后车的车损代价可不小 记者综合报导 韩式新闻的独家报导带您来看到 这辆公车行进新北市板桥区 公车驾驶当时没有注意 把无障碍协拨板给收好 结果害得路人当场被扫到摔倒 还差一点滚进车底 这起意外造成了两名路人下背 小腿都受到擦错伤 他们说还好当时车速没有很快 否则被卷进车底那可就惨了 公车缓缓开在马路上 但是仔细看怎么后车门的 无障碍协拨板没有收进去 驾驶就这样直直开过去 走在路上的行人这下惨了 被撞到当场摔跤 还差点被卷进公车轮底 两名男子手肘小腿下背骨盆 分别都有擦错伤 无辜受害气到去医院验伤 要找赵货驾驶讨公道 14号下午1点20分左右 两名男子当时走在 新北市板桥区新海路上 准备去吃饭 公车就沿新海路往 英势路方向开 没想到无障碍协拨板 没有收起来直直扫到两人 他们庆幸还好没有被 绞进车轮内 否则后果可能不堪设想 在收协拨板的时候 一次卡顺没有完全卡住 造成协拨板有滑鼠的倾向 后续看反正的复原状况 来进行非常的一些动作 公车驾驶没有酒驾 疏失照货自认理亏 赶紧道歉认错 后续该怎么赔 现在双方还要继续协调 记者商人周周林新北市采访报道 请不经现站多